疫情和经济双重危机 不只人民受限在住家附近行动 生活艰苦的家庭也摆上家境 这种时刻凸显了邻里互助的可贵之处 政府今天就推荐了强化牧林计划社区领导蓝图 列出了牧林计划四大工作目标 包括确保社区健康安全 并向区内的弱势群体伸出援手 政府1975年启动牧林计划以来 全国出现将近8300个牧林社区 成员大约25万人 首相单子李慕尤丁今天为国家团结部 推荐了2021到2030年 强化牧林计划社区领导蓝图 希望透过各级政府部门的合作 促进邻里相互协助 和警方合作 透过志愿巡逻计划维护社区安全 并也配合卫生部落实全国健康议程 将健康生活深耕到社区 在房地部的支援下 牧林计划也会美化居住环境 照顾社区的卫生和清洁 同时也要鉴定和协助单亲妈妈或身心障碍者等群体 首相称赞牧林计划的团结合作精神 为政府抗疫工作贡献良多 希望居民协会 社区领袖 非政府组织和青年世代 能够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为社区出一份力